大家好 我是陈昌平医师 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话题 就是糖尿病 那糖尿病的病人将来可能是 在超过80岁以上最多人得到的 那这个疾病它通常就是血糖过高 那因为目前在医疗上 我们血糖的药非常的成功 我们大概把血糖控制好 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糖尿病它最后造成我们最大的死因 是五个病化症 第一个是眼睛不好了 看视力会减少 第二个是心脏病 因为有一半的心脏病的人 都是糖尿病的病人 第三个肾脏病 那我们知道 洗肾的病人中 有一半的也是糖尿病病人 然后第四个是神经发炎 就是肢解减少 所以踢到门都没有感觉 然后造成了下肢的伤口 最后伤口不会异合 而产生了一些感染 所以这五个病化症 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有一个大突破 就是口服干细胞活化因子 Bm 那Bm是能够来帮助糖尿病 哪一些方面 首先我们谈这个Bm 就是骨髓干细胞活化因子 它是吃进去两个蛋白质 这两个蛋白质 经过微晶体的包装 还有脂溶性的包装 就会跑到我们的骨髓 叫骨髓开始制造干细胞 那骨髓制造干细胞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尖植细胞 尖植干细胞 会跑到前身 所以它会跑到眼睛 让眼睛的视网膜增加养分 增加新生血管 所以视网膜能够恢复了 所以就会减少我们的眼睛的变化症 第二它会跑到心脏 它会增加心脏的新生血管 所以让心脏的播出力能够增加 那我有一个案例 它是六十岁的 放了三根支架还在传 后来做了一次干细胞的治疗 结果这些症状都改善了 并且也到高尔夫球场回去打高尔夫 非常的好 可是后来它去做了心导管的血管摄影 看看状况怎样 结果发现三条主要的血管都堵住了 可是它还是很好 原来这个干细胞让它产生了心生血管 而这心生血管就能供给心脏 很好的养分跟氧气 所以对心脏病很有帮助 第三个就是肾脏病 那我们都知道肾脏病目前是没有好的药 几乎都没有药 所以我们看着病人肾功能从1.3的肌肝酸到6.5 就这样慢慢的爬上去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能够做什么事啊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资料证明 干细胞活化因子 能够让肌肝酸挡住 让它从6.5可以降到5.5 甚至降到4.5 这样就预防了洗肾的问题出来 那在神经方面也很重要 因为神经方面也可以靠干细胞来护衍它 那至于伤口 我们已经发现说 这个BM 干细胞活化因子对伤口非常有效 我们有一个病人 本来是一个前头大的伤口 要节肢了 那使用三个月以后 变一半 六个月以后完全复合 所以干细胞活化因子对糖尿病 是一个必需品 非常有帮助 那依照统计 如果他们的干细胞数目增加 糖尿病的病人 他可以多活5岁到10岁 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更需要好好地考虑这个产品 谢谢